男子穿着泳裤在海面上来来回回游泳相当悠闲 背旁工地人员发现赶紧叫他上岸 男子索性拿起了毛巾将身体擦干准备离去 擅闯工地下水游泳离开前男子在消波块上面攀爬 最后跨越工地护栏准备离去 但整个违规游泳过程全被拍下 政府会同海巡员当场拦下盘查身份 那今天早上七点多的时候 我们同仁带到现场去做一些询查 那发现还是有不听确的民众进入这个泳区 这个海巾里面去从事休闲的一些活动 那这时候我们就请海巡单位协助我们调查一些个资 那等这个海巡单位将这些个资送到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届时会依照渝缸法第21条 处这个不听确的游客3万块的滑板 海星泳池因为设备老旧 封闭整修到12月 但民众却无视公告 违规擅闯工地下水游泳 尽管工年员常常劝阻 但民众却不听劝 22号更是被民众拍到 至少有5位民众违规游泳 市任府惨发处和海巡单位展开机动性巡查 26号上午7点就发现一名男子冒险闯入工地游泳 这民众大概从7点多开始游泳 大概游了半个多小时左右 然后我们也有请我们工区的工人去请他尽快上岸 当下这个游客有表示说他有悔改 然后希望我们不要给处罚 那不过因为我们这个工区 其实我们有一个工区都我们有完整的一个告示 那我们也在各宣传媒体里面去宣传 就是说尽量这个工区 我们未进去可是不得进去的 那针对这个游客的一些行为 我们届时还是会依照游港法第21条 那处于他三万元的花款 未来如果说有民众缓映 提供任何检举的影片或照片的话 我们针对这个魏径许可进入我们工区的一些民众 我们都会请警察单位协助调查这个个资 男子见司机败露准备离开现场 当场被海巡员和市府人员拦下 依据违反渔港法开出3万元罚单 男子下水才30分钟就收到3万元罚金 可说是代价不小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